你可以把它拆成很多题 比如说那个负数的运算 乘数运算 等等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你可以 把这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负数运算 这个答案我不一定要是负7 我可以别的值 这个如果说我今天 可以输入然后输出秀出来 你一定要给他一个负数 所以让使用者一定要输入负值 我怎么做 首先你可以在这边这个专案里面其实可以不只 放一个 类别 可以放很多类别 比如说这边的话可以 新建一个什么 新建再新建一个类别 因为第1个类别 第2个类别 我可以再 增加然后呢 这个类别名称的话 我把它叫做那个比如说CH 一样的名称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底线 1好了 这个是第1个练习 就是这个里面延伸出来的 然后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 一样 那我就把这个里面 比如说我今天要秀出来 是System Out的这个 把它Copy一下 Copy之后呢 里面我今天希望把它改一下 这里面其实里面可以做很多练习 就是说 复数的部分呢 我要把它 Belitz掉 然后面这个 这个值 负7 是已经预设的 可是我要今天要取得 我可以输入 最后再秀出我输入的值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呢 其实你就可以把刚刚 这个范例里面 这个input 偷懒一下把它复制一下 就是 在这边等于是插一个什么 插一个 这个JR圈Pen 对不对 然后呢 取得的值是从哪边呢 所以这边你 前面就必须要再 再 宣告一个int 因为 负负 正负的话我这边比如说 宣告一个A好了 这个A的值 等于什么 等于 这一个 我刚刚 偷懒一下 这边有没有double 有没有 这个请输入 有请输入某个负值好了 然后把这边 Copy过来 贴上去 就刚刚那一段 请输入成绩这一段 对不对 其实他这个show input dialog 那特别